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母体变异数比的一个信赖区间上线 这个题目是台大商言的考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他们现在这个地方来说 concentration of in part per billion of chromium in the blood 这个题目的意思是说 X跟Y的话呢 它各自是另为什么呢 concentration就是浓度 那么chormium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个 一种金属 那么他们现在怀疑说 协议中的这个个的这个浓度 可能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那么这个部分来说 也很怀疑的话呢 是说个的浓度的话呢 是我们的身体的不好的状况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现在令X代表的是正常健康的人 那么Y是指的是有病症的人 然后假设这个X跟Y都是服从常态分配 各自的μx μσx的平方 这是它的变异数 这是它的母体平均数 那么现在题目是说什么呢 现在N等于8 8个观察值 X有8个观察值是在这边 Y有10个观察值在这边 那么它希望找什么呢 找这个upper bomb 应该变异数 X跟Y的变异数的比 它的什么呢 95%的信赖区间的上限 那么这个题目 我们知道这是原始的资料 这有8笔 这有10笔 我们第一步 我们一定要先算什么 它要算这个母体变异数的比的话 那当然我们要先算出 这个是多少 这是样本的部分 这是样本的部分 那么这个资料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来按 当然要按得比较久 那么用Excel稍微快一点 所以我把这个资料 全部都贴到Excel里面去 这边15到10 我贴到这边 这边25到32 我贴到这边 然后这个地方 各自都是算出它的一个 样本的变异数 这个是variance 的同学的话呢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打到一个指令 就可以算出来了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资料 先列给各位同学 Sx的平方 算好了 是多少呢 46.214 我们取得三个位好了 Sy呢 算出来 它的平方是 比较大 92.678 那么现在 它的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要算 母体的信赖区间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回忆一下 我们的信赖区间 是怎么算的 我们以前来说的话 我们算法是这样子 这是F 这边来说 这个地方是F二分之阿法 这边是F 一减二分之阿法 那么我们以前算法怎么算呢 这里就是我们的信赖区间 这个是二分之阿法 这边是二分之阿法 然后呢 我们的 这里面的值 F值 是S1平方 比上Sigma1平方 S2的平方 比上Sigma2的平方 那么我们说 它是怎么样 它这个几率 这里面的几率 是夹在这个中间 这个的几率是 等于一减阿法 那么以前的做法 是这样做的 好 那现在我们要了解的是 题目要我们算的是 Upper Bomb上限 也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左边不要了 我们的话呢 就直接就做的是 0.05就好了 这个地方做的话 我只考虑右边 那么现在我要进行的是 把它这个 放到上面去 放到上面去 要把它颠倒过来 所以我们只要考虑 右边那一部分 Upper Bomb的话呢 Sigma1的平方 Sigma2的平方 它的话呢 是上限在这边 上限在这边 这边的话呢 怎么写呢 这边是S1的平方 S2的平方 这边的话呢 是从这边移过来的 这分之一 这是多少 这是F 1减2分之α 所以这边是 0.95 这边是 这个自由度是 7 这个自由度是9 79 这就是我们的上限 最高上限 来我们再继续算下去 这边是多少呢 S1的平方 我们算出来是 46.214 S2的平方 是92.678 这个怎么算 这个我们 没办法去直接查表 我们要把它颠倒过来 这边是0 这边的话 你只要改成F 0.05 这边是97就可以了 自由度 兑换一下 就可以算出来了 于是这边算一下 46.214 92.678 乘上 0.05 有资料有 97是多少 3.68 来我们算一下 这是多少呢 这是1.835 所以我们题目是 95%的信赖区间 upper bomb for这个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信赖区间 我们取的话呢 就是upper bomb 就是1.835 就对了 1.835 这是占的是95% 所以我们就记得 这个upper bomb 在这边算出来了 8%的信赖区间